Hey,又是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去用 Iris OS 的系統 可能一般人看到 Iris OS 系統的時候,都覺得它跟普通的 Windows 系統是一樣的 我應該不需要特別去學習怎樣用它吧 但是因為 Iris 是一個網頁座面的系統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地方跟本地的座面系統有所不同 在這一部影片裡面,我會先介紹怎樣從不同的方法去使用 Iris OS 和一些最基本的 Iris 檔案管理員使用技巧 那我們就先從網頁座面介面開始吧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去用 Iris OS 系統 你是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打開你的 Iris OS 系統的座面 這就是我在講的 Web Desktop Mode 在網頁座面的模式以外,你還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連接到 Iris OS 系統 並傳取到裡面的檔案 傳取方法好像是 FTP, Web Dev, PWA 或者是直接使用 Iris OS 的手機座面模式等等 如果這是你第一次用網頁座面系統的話 你會在座面上看到檔案管理員系統設定等接近 如果你要傳取檔案的話,你可以打開你的 File Manager 裡面會有預設一個叫 Desktop 的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就是你的座面了 你放在座面的檔案,都會被放在 User Slash Desktop 裡面 一些內置的 Web App 會自行建立一些新的資料夾在你的使用者跟目錄 例如說,音樂播放器會自動幫你建立一個 User Music 的資料夾 你可以把檔案根據自動產生的資料夾來分類 然後 Web App 就會抓到這些新的檔案,幫你自動顯示在 Web App 裡面了 如果你要上傳檔案的話,你可以把檔案從你的本地的檔案管理員 拉到 Iris OS 的檔案管理員裡面 如果要打開檔案的話,只要點擊它兩次就好 通常在第一次打開一種類型的檔案的時候,它會問你你要用什麼的 Web App 來打開它 你可以選擇內置的 Web App 或者是你喜歡的 Web App 來開啟檔案 之後你可以在系統設定或者是檔案內容那邊更改預設開啟某種檔案類型的 Web App 如果要刪除檔案的話,你可以選擇你要刪除了檔案,按 Delete 那檔案就會被移動到垃圾上 如果你想要直接刪除檔案的話,你可以按 Shift 跟 Delete 檢查檔案列表沒有錯之後,按確定 那檔案就會被永久的刪除 關於 Iris OS 系統檔案管理員的部分 之後我會再拍另一段影片去介紹怎麼去用它進行更複雜的檔案管理員設定 值得一提的是,你用手機打開 Iris OS 的網頁座面 你會看到它變成一個手機版的座面系統 在這一套系統裡面,你也可以建立新的 Flow Windows 來開啟不同的 Web App 做到跟座面板一樣的多工處理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其他連接 Iris OS 檔案系統的方法吧 如果你不想使用網頁座面介面去連接你的 Iris OS 系統的話 你可以透過 PWA 的模式去連接 在這套系統裡面,主要的 Web App 例如檔案管理員、音樂、影片播放器等 都內置了 PWA Mode 透過 Chrome 的加到座面功能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本地 App 一樣的 Web App 以音樂播放器作為例子 當你要播放音樂的時候,只要在手機上面打開這個 PWA 就可以直接開啟到 Iris OS 上面的音樂播放器 App 是不是很方便呢? 在其他的使用場景下 如果你有掛在 Iris OS 的檔案系統到 Windows 或 Mac 系統上的需求 你可以考慮使用 Iris OS 內置的 Web DAV 或 FTP 接口 你可以在 Iris 的系統設定裡面找到 Network 延後設定開啟 FTP 或 Web DAV 接口 最後一個傳取檔案的方法就是使用 Iris 系統原體 它還有一點像 Google Drive 4 Desktop 的感覺 能幫你把 Iris OS 上的檔案同步到本地的電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去我們的 GitHub Open 那邊看一看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下一集,我們來講一下怎樣用 Iris OS File Manager 的進階功能 我們從內置造成즌月 achei方式的登場 谢谢观看